大家好,升旗易得道 又是我遙遙跟大家分析周中的一些经济资讯 话说上一集星期二一周 我就叫做有点准确地估中了 大陆的市跌,港股会跌 美股跌,港股亦都会跌 所以我就奉劝大家不要将在美国投资那些失意的资金 搬回来香港投资 下场是怎样呢? 相信过去的这两天大家都见到的了 另外也讲一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争议 因为俄罗斯劳报就已经在这几天认升下跌 还要提高他们国家的债息 博人买他们的债是谁买他们的债 所以一个经济那么薄弱的体系 你说要出兵打仗 我觉得就真的依然都是一句得咚笑 而北约秘书长 托尔·腾贝格 在25号亦都向美国表明了 北约是不会派出作战部队前往乌克兰的 但强调成员国就绝对没有打算和俄方妥协的 但相对来说 英国自从脱欧之后后竞就很凌厉 在德国和美国都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 英国已经和波兰、乌克兰结盟了 这个时候德国还要依赖北溪二号的输送馆 从俄罗斯输入天然气 默克尔下台也没什么用 国家依然是这么弱 都不知怎样他们可以担当起欧盟大佬的角色 今天就想说一宗加密货币的业话 话说有个连登巴打在加密货币平台 Belance币安作投资加密货币 但近日她自己的账户就无故被冻结 她曾经向包括币安Center、警方和律师寻求协助 不过似乎各方面对事主这个案件都蓄受无策 于是巴打上连登 寻求一丝建议 其实都是寻求一丝温暖安慰自己 都知道这个案件都没得搞 最后都是希望提醒巴打投资加密货币的时候要小心 话说去年年尾NFT就开始在香港成行了 刘主巴打亦都跟风入了一两个NFT 他就开了一个Sorana的钱包Penton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什么来的 不过在他准备买入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自己的账户资产遭到冻结 系统就显示提币不成功 理由是账户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活动 遭到禁止提款 刘主建造开头都觉得没什么 立即向弊安的人工客服求助 但客服就表示 资产凍结的原因未明 将会将他的过案转介至更高级的部门处理 然后当然就是没有了下文 刘主就当然试过去找警方求助 也都寻求过法律的意见 但双方都表示 刘主这个情况 其实又真是因为海外进行的交易 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到的 刘主就说 他投资的资金是他由毕业到现在五年来 辛辛苦苦处落的积蓄来的 他表示现在就很后悔了 也都控诉财产遭到无故的冻结 竟然求助无门 直至就整件事觉得很恐怖 更表示事件令他这几个礼拜 每晚都失眠 他指最初对币安是很有信心的 虽然已经在半年前听过一些朋友提醒 不应该把钱放在虚拟货币那里 当时也都已经有新闻指 币安被不少国家调查 甚至是冻结某些用户的账户 但楼主就不以为然 认为只要不乱打币入帐 透过币安的C2C买卖系统 就应该相安无事 因此对自己的虚拟账户 一直都有100%的信心 楼主又说一直都是大安旨意地用 用得相安无事 朋友叫我用钱包好些 我还笑他们 那么怕就不要玩币 我对我的币安帐号是绝对有百分之百信心 就是说发生帐户冻结这件事之前 其他巴打就回应他 玩得虚弊就预了无仇报 帖文底下有网友留言表示同情 也有人指 我也有些朋友被币安封了 也有人言语 去中心化为何要做身份认证 玩Quito不懂风险管理 其实就真的真的不要玩了 很多东西都是没有仇报的 也有网友表示 玩得虚弊就不应该用大陆仔东西的 也有人要求楼主提供更多证明 证实这件事是真的 楼主就回应 我纯粹想透过这个平台 去分享我现在的惨痛经历 你问完我拿地址 转过头又要我拿口公纸 一会又叫我家拍片 不通 并表示他只是正常买卖 却损失至今存下的血汗钱 希望大家绝对要引以为监 说回币安目前提供100种货币交易 除了可以买卖虚拟货币之外 更加可以进行一些杠杆的合约交易 当中允许高达还125倍杠杆交易 即是投资者的利润可以亏损 可以放大125倍 是虚拟平台中最大的杠杆配数 上一集我都说过 玩杠杆是可以令人很财迷心笑的 虽然现在都叫大升市一佳地钱 一般投资工具都有风险 还要说没有法律规管的加密货币 最少香港存款保障都没有保障这一部分 我自己就没什么怎么斗这方面的 我很怕死的 但是奉劝大家如果听过这些东西 都自己小心点 今集讲到这里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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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